二爽iPhone一天一个价 想要了解真实行情 还得看小羊 当然如果想要全系列的报价表 小羊也是放到视频最后 首先第一款 跌的最多的不是13PM 也不是14PM 反而是15PM 最近的行情大概跌了有4张左右 目前市场报价是51张 小羊加个跑腿费 直接53张出 现在只要16PM还没有发布 15PM就是苹果目前最强起见 搭载A17 Pro处理器 性能对标骁龙8进3 120Hz的ProMotion 也是非常的滋滑 紧接着就是这款13PM 很多主播说 这款属于宝藏神机 保值而且不容易跌价 但是你看看 现在不是还是一样的跌 目前市场行情 大概也就3000来块 关键层次还是这种嘎嘎心嘎嘎亮的 你这里受得了吗 当然要说到13PM的优势到底在哪 我个人认为是 追求实用性的人群选择 因为它满血的A15出力器 加上这个高刷 性能方面已经非常过剩了 而且综合体验拍照 也能满足绝多多数人的需求 至于14PM的话 相比上个月就跌了两张左右 目前市场报价是41.5张 想要加上配件 直接43张出 最比13PM的升级点 就是488万的主摄 以及零动脑 那么这场集齐所有iPhone的报价表 想要已经放到视频的右下角了 感兴趣小伙伴 可以自行节奏保存